道理越講越明白 真相越滑越清楚 這裏是越講越有理 大家好,這裏是越講越有理,我是石頭 今天我們節目的是時事評論員路橋女士,路橋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中共的所謂百年慶典 西方主要的法特國家基本上是沒有人去祝賀,也沒有人去慶祝的 冷落在一旁的習近平邀請了法國總統馬爾龍和德國總理馬爾 開了一個視頻峰會 聽說他們三個在開視頻峰會時有討論過中歐投資協定 但其實根本沒有任何結果 看到了德國法國發出來的聲明和中國發出來的聲明根本是藍原百設 另外一個習總在百年慶典時放出了非常狠毒的話 令到日本也非常勾頭 所以日本方面近期表態 中共如果是動台灣的話 其實他們都要參戰 搞到中共似乎無所適從 連宣佈要軍演都突然取消了 今天根據這些情況 讓路橋來跟我們談談 中共的所謂七一之後 全球發生了什麼變化? 是的 七月一號我們的注力就去了香港 但是其實這幾天都有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情發生的 一個就是剛才石頭所說的 中法德領導人在七月五號 就舉行了一個視頻峰會 大家的注力當然就放在究竟這個峰會之後 歐中投資協定會不會有機會解凍? 新華社發表的聲明就說 法德領導人都支持歐中投資協定 希望歐洲議會會盡快批准 不過法國和德國發布的聲明 完全都沒有說到這件事情 德國總理辦公室就說 他們的聲明這麼說 他說三個人就歐中關係交換了意見 討論了國際貿易、氣候保護、抗擊疫情、全球疫苗 這些東西 而法國政府就說 法國和德國領導人 在會上都表達了對中國人權狀況的嚴重關切 這裡說的就是維吾爾族少數民族受到鎮壓 以及香港民主抗議者受到的待遇 就說到這些了 很奇怪就是在新華網和人民網 就是7月6日這個昨天的頭版 已經完全沒有再說中法德峰會的任何消息了 這個看到我們覺得習近平很急 如果他不急他不會有這樣的電話會議 所有其他議題都是陪襯的 最重要他就是想知道這個歐中投資協議 會不會是透過法國和德國這兩個 他所謂的心目中的比較有希望的領導人 會是得到解決 當然他會很失望啦 因為一個就是明年就選了 馬克龍明年選 而馬克爾今年9月就走了 你找這兩個人其實真的作用不大 整個歐洲的民意和這個我以前也解釋過 歐洲的議會的決定 怎麼可能是因為這兩個人 他出來說幾句話而改變呢 已經決定了就已經決定了 當然歐洲議會曾經說過就說 如果你肯取消你的制裁 那些議員的制裁就還有得談的 因為這些議員是民選出來的嘛 你去制裁這些議員其實就是制裁這些國家 當然習近平就不會這麼做啦 他以他的性格怎麼會這麼做呢 我覺得習近平他是誤判在先 他一時衝動或者對形勢的評估不夠 完全不明白歐洲人怎麼想 整個歐洲議會怎麼運作 他就作了一個非常之魯莽的決定 他是可以說誤判在先 這次呢 又是三番四次這樣去求德國 以及求法國 這些這樣的做法也是相當的低能的 是因為解決不了問題 是絕對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來的 當中他也不肯認輸 你不肯讓步其他人都不會讓步 所以我就覺得 默克爾和這個馬克龍是幫不了他 默克爾和馬克龍都很明白國內的民意 他們都很明白整個歐盟的態度 所以他這件事是注定是失敗的 在這個失敗當中我們都看到習近平好像有些張法很亂 你作為一個所謂的大國的領導人又要怎樣處理全球事務 對這些事情他的understanding 他的理解給我感覺是很有限的 其實我們現在看看中共的歷史 或者中共所謂的崛起的過程之中 可能大家都看到了 其實習總現在這個做法其實是 石頭認為是挺正常的 我說的是共產黨的正常法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看看他只懂得拉攏某些人幫他做事 其實講得清楚一點 跟在中國裡面 行賄就是一樣的 其實就是輸出了這些行賄的手法 使得全球的人有些人真的會貪污 這些也是中共教的 他只懂這個的 他不懂其他的 正如在路橋才說的 歐洲議會的議員 是民選的 代表民意的 在中國裡面 什麼叫民意 他根本不需要 所以他只懂這個 另外就是關於台灣的問題 在7月1日 習近平就很高調地宣佈 要統一台灣 說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任務就是統一台灣 任何人都不可以低估中國人民 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 說得真是非常之硬 跟著就馬上就這個軍事雜誌叫做 《濫船知識》 就刊登了中共武統台灣的三個方案 因為這件事已經是過去了幾天了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都聽過了 我這裡很簡單的介紹 第一個階段 就是用彈道導彈 去攻擊台灣的機場 攻擊全島各處的指揮中心 以及這些決策的設施 第二個階段 就是用巡航導彈 用巡航導彈去轟炸台灣的軍事基地 軍火庫、雷達、通訊設施等等 還有功勞 第三個階段 就是用艦艇和火箭去炮擊台灣 為這些海軍陸戰隊和登陸部隊 正式登陸台灣清除障礙 好像說很厲害 他還貼出了遼寧號的視頻 說這個航空母艦 可以阻止外軍的介入 這麼搞笑呀 遼寧號可以阻止外軍的介入 燒柴油呀大哥 美國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網站的防務編輯 這位Chris Osborne 就是這麼說 他說 美國同盟軍在太空、地面和空中 都有監視的裝備 不是說你們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們這樣出動的話 馬上就是空中、地面、太空還包起來 立刻發信息給這個航母的打擊群 美國的航母打擊群 這個航母打擊群就馬上可以做出迅速的回應 他說你不要只為我們只有海軍 我們到處都是防範的平台 不知道他說什麼 可能是其他的島嶼或者太空的監視各方面 如果真是美軍加入的話 真是全方位的 加上沖繩島也有美軍基地 日本說現在要參戰 更加是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所的蘇紫雲 他說 從專業的角度來說 這些只不過是一些編輯和記者自己想像的 他說這些全部是紙上談 根本從專業的角度來說 根本就不是這樣的 說來說去又是在騙國內的那些小紛紅 航家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其實這樣的雜誌 在蔡英文去年5月20日 他就職典禮過日 都出過這樣的短片 就說24小時之內 就可以攻佔台灣 所以現在看來看去這樣的雜誌出的東西 全部都是說謊的 大家真的得嘴笑 不知道就會被他嚇死 知道就會笑死的了 其實7月1日 美國國防部向國會提交了一個 有關中共海軍的最新評估報告 他英文很長的 他叫做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 他英文的題目很長 我們就在字幕裏面打出來 這個我就不讀了 他就很詳細說了中共海軍的戰力 是挺有趣的 他裡面就說有多少個炮艇 多少個潛水艇 可能的將來來講有多少的航空母艦 有多少的出航艦 很清楚有多少手 大家如果對軍事有興趣可以看到 是非常之詳盡的 對美國的描述也都很詳盡的 總括來說就是現在中共的海軍 過去25年就追求現代化了 他們的海軍的軍事力量是大了很多 還有可以去到很遠 去到遠到哪裡呢? 西太平洋、印度洋和歐洲水域 所以美軍是要小心了 他說這些海軍他們的實力雖然有缺陷 但是足以執行中共領導人敢興趣的任務 意思是說雖然他們很差勁 不是那麼厲害 但是打台灣是沒有問題的 會不會是因為被洗腦呢? 所以這麼願意當炮灰了? 那個報告非常之長 這裏我就不詳細說了 所以他最後也說到 他說如果美國是覺得現在這樣做已經夠了 就會十年之內 中共的海軍軍力就會超越美國 所以美國現在要做很多很多東西 大概意思就是這樣的 就是作出了一個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確 但是真的相當有趣 它裡面的細節是 多少藍多少手都寫出來 證明情報都做到是挺足夠的 不過在整個台海的事情裡面 比較大的 不是中共那些什麼雜誌在那裡吹牛 或者是美國出了一些什麼的報告 而是日本對台灣的立場是非常清楚 從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 7月5日日本的副首相兼財務大臣 這個麻生太郎在東京的一場演講裡面說 他說如果共軍是武裝攻擊台灣 日本政府就不會坐視 他會視日本是處於這個存亡危機的事態當中 接著他們會是行使相關的集體自衛權 接著就說美日一定會一同防衛台灣 哇這個說得很清楚 你打台灣日本一定會介入 一定會和美國有行動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 就是不能夠算是新 但是這次更加清晰講出了 日本對台海戰爭的那個看法 和他們的做法 我覺得麻生太郎這次的表態 不單止是日本要參戰 他直接說了美國要參戰 之前布林肯和美國國防部長去了日本訪問 其實是談了這件事的 但是一直都沒有表態 美國也沒有表態一定要參戰 如果按照麻生太郎這次的表態 我就覺得他不單止是說給中共知 也說給美國知他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 我認為這樣中共就真的害怕了 當然大家都知道以前講了很多 就是為什麼台灣對日本這麼重要 因為從南海到台灣海峽一直這樣過 其實就是日本的一個經濟的命脈來的 海上的命脈來的 他做生意要經過那裡 能源運輸全部要經過那裡 如果中國共產黨把台灣折在中間的話 日本海上的通道馬上就受到很大很大的影響 還有就是如果台灣沒有就順亡此寒 很多人都預測如果台灣沒有了 旁邊的國家就很慘了 日本、菲律賓這些不用說了 因為中共的最終目的 它要統治全世界 亞太、印太對它來說是第一步意義 所以就很重要 那對美國來說也是經常都講的 我講了很多次的 第一島鏈 台灣第一島鏈 如果破了第一島鏈 其他的事情就很難很難守了 關島都可能會有問題的 程曉農先生也是海外的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 他也都講了如果破了台灣之後 中共的核潛艇可以經過台灣海峽向東航行 因為那些水域是非常之深的 你幾乎是沒有辦法探測到它在這裡行動的 那這些這樣的核潛艇就會沿著台灣的海峽向東航行 就會去到美國本土發動攻擊 所以對美國來說也是很重要的 不過就是習近平他最近做事來講 給我們感覺就是舉旗不定 將法很亂 因為他無端端由5號 用軍委主席的身份 晉升了四個上將 那麼這個四個上將就是很複雜的 複雜到什麼地步呢 有些就是去代替一些還沒有退休的 有些就是短期之內已經被調了三次了 調來調去調來調去 那麼很多人就覺得在這裡搞什麼 是不是你準備跟台灣打仗 所以你要調來調去將這些這樣的上將 但是很多人就說不是 是因為他不信 他不信這些上將 總之這些上將 比如有一個是調了兩三次的 就是說你在這個區域裡面 你做這個比如說西南部的軍區的司令 你做了這麼一刻 習近平又開始懷疑你又不信了 又要將你調去別處了 別處那個還沒做完就把他踢走了 總而言之呢就有很多這些的情緒的因素在這裡 就是他不信他怎麼都不信 就算他信他都信你一年半再就是這樣 這就是共產黨的特色啦 所有西方國家的軍隊是國家化嘛 中共說它是指揮槍的嘛 軍隊是誰聽不聽他說呢 這是非常非常之關鍵的嘛 所以他就害怕了 這也是中共不可能打勝仗的原因 另外7月6號中共海事局 就發佈了一個重大軍事活動的航行警告 這個很多人就說他是針對麻生太郎歌番說話的 但是6個小時之後呢 突然間又宣佈取消 為什麼我們說習近平很多時候 給我們感覺他已經是張法亂 或者情緒不太穩定 你看他的樣子就知道 還有舉期不定 所有這些行為上的 不應該是屬於一個核心的行為 現在似乎都出來了 又很有趣就是 汪洋就是全國政協主席 他5號又發表談話的時候 重新說統一台灣 就說要團結台灣同胞共同推進 祖國的和平統一進程 本來7月1號習近平已經這麼強硬 說了要這樣對台灣 汪洋是不應該這個時候 他就用回以前的口吻的 以前這些馬英九時代的口吻的 但是現在他又用回這些口吻 那麼很多人就說 究竟中國大陸想怎樣 習近平對台灣究竟想怎樣 他究竟想打還是不想打 他又沒有能力打 他打會不會就是滿盤街落索 這些討論多到不得了 有些說他一定遲早會打 因為他性格始然 他是個心癮來的 統一台灣是心癮 他終於是會敵不過自己 冒著所有的危險 亡黨亡國他都要打這一局 因為這就是習近平的性格 有些人是這樣 有些人說沒可能 他都不是這麼傻的 總之就很多討論了 這裡我們就不再做那些討論了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就全球來說 美日2加2會談 美韓峰會 日澳2加2會談 七大工業國G7的峰會 G20的峰會 北約的峰會 美國和歐盟的峰會 所有這樣的峰會裡面 只不過也是發生了大概六七個禮拜 或者有些是長一點 美日就早一點 就已經將台灣問題 從兩岸的層次提升到國際議題的層次裡面 習近平這次 如果他是要這樣去對台灣 其實他就是與世界為敵了 因為現在要撐台灣的 絕對不是日本那麼簡單 澳洲說了他會出藍籍的 法國也都派了 印太裡面他們有他們要保護的東西 所以他們也都是表態的 還有一個我剛才忘記了說的就是 這個四大國 就是印度、日本、澳洲和美國 那麼多的國家都說了要撐台灣 如果習近平這個時候他夠膽去移動台灣 其實他就與全世界為敵的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他就要搞民族主義 他就要不惜威脅全世界的所有人 我是會打台灣 但是打不打成是另外一樣東西 那麼台灣究竟有什麼法寶 台灣怎麼看自己呢 那麼台灣陸委會的副主委 他叫做邱垂政 他就說台灣有三個法寶 有三個戰略地位 第一個就是台灣是民主陣營抵禦中共擴張的第一線 就是印太裡面就是台灣島鏈 第一島鏈這些東西 如果你打沉台灣的話 你就不要跟我再說什麼民主啊 你們全世界這麼多民主的國家 看著台灣打倒的話 這些就不要再說叫你自己做民主國家 你們就不認低位了 這個是我說的 他沒有說那麼多 我只是憑他說那句說話 第二個他說台灣呢 是全球民主國家供應鏈的 處於一個關鍵地位 這個是最新的說法來的 台灣終於很有信心了 由於所有的芯片也好 台積電也好 這些東西 他們現在已經很有信心 自己是處於這個位置 第三個其實對華人來說是很重要的 他說台灣是華人世界的民主燈塔 在華人的世界裡面 現在香港淪陷了 中國大陸就是這樣的情況 台灣是所有華人的民主燈塔 他這裡說一點都沒有誇張 就美國來說 他都做了不算少的事情 他是按照川普的formula 川普的方程式 到今時今日拜登仍然是跟 他做的事不算是少 但是口就很遠了 譬如今天 美國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 這個Kurt Campbell就說 美國支持台灣維持專業 維持堅實的台美非官方關係 不支持台獨 我不知道他抽了哪條根 突然又說不支持台獨 他都說了這些事情 這些是馬英九時代的美國說的話 現在來說 不應該是這麼口軟 但是他就是這麼口軟 蓬佩奧就說得到位很多了 蓬佩奧在7月4日就說 美國對香港的幫助不夠 以致香港成了一個共產黨的城市 這句話非常之忠衡 的確是不夠 現在來說我們還看不到 美國有什麼實際行動是幫香港的 但是他說 他認為美國必須要盡力幫台灣 不然台灣都會變成共產中國的一部分 蓬佩奧就清楚了很多了 就台灣本身來說 台灣最近有一個民意調查 是台灣民意基金會 在7月1日的民調 就發現高達8.9%的台灣人 對中共不是反感就是沒有感覺 只有11%的人說喜歡中共 差不多達9成的人對中共 就沒有感覺或者是反感 所以這個民意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最終真的是 好像蔡英文他們經常都說的 最終決定台灣命運 這2300萬人是極重要的 他們的意志是極度重要 他們的意志會推動台灣的政府去做事 決定他們的國策 經常都說天助自助 如果台灣人自己是有這樣的看法 有這樣的清晰的認識 我們覺得台灣就不用太擔心了 東方自助香港 被中共已經吐在口中 但是這塊堡石台灣 有自己的軍隊 也有自己的意志去保護自己的話 所有西方陣營 或者所有民主國家 都會幫台灣 其實中共現在所處的境地 好像以前的戰國一樣 當你去打台灣的時候 全部的人都會圍著你打 那時候你就不敢打台灣了 其實用兵的時候就是這樣用的看來 這些事件我們會繼續跟進的 如果你在看我們的節目 還未訂閱的話 請你點擊右下角訂閱 順便點擊小鈴鐺 我們每一次有新的節目的時候 都會通知你的 這裡是月光有你 拜拜 拜拜